今天請各位 第一個大概一樣 上禮拜那個範例 我是放在範理檔 每次上課 我是建議你如果有隨身碟 你就把範理檔 先直接下載解壓說 直接就放在你的隨身碟裡面 這個是一個ZIV的檔案 按右鍵把它下載下來 一樣把它解壓說 上禮拜 我們是把這個檔案下載下來之後 然後我是直接把它 直接從這邊馬上下載 這邊把它打開 它會幫你把它放在下載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它解除 解壓說 或者你直接把它放到桌面上 解壓說到字尺就可以了 你把它解到桌面 或者解到這邊 按右鍵這邊也可以解壓說 解壓說字尺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會有一個範例檔 我們上個禮拜的話 主要是針對第一個單元 文字裡叫函數 其中有一個範例就是選客資料 那當然呢 我們 你們開過說記得要選第一個選項 因為它第一個選項 中文版 好像預設那個英文版 而且我們電腦裡面的Office 它預設 你這邊點兩下 點兩下 它會直接用免費的 看起來有點像Excel 但是它不是Excel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正確的開啟的話 你按右鍵 這邊有個開啟檔案 請你用這個方法 不然的話它會使用另外一個 叫什麼 摸檔 這個就不對了 可以記得用這個 按右鍵把它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的話 用Excel把它打開起來 我們上個禮拜主要是統計一下 比如說 講在A班 我希望知道A班裡面 到底哪一個科系的學生佔比最多 所以科系部分的話 當然有個問題 班級裡面 它是有科系 然後有學士或碩士班 然後幾年級 後面好像如果有幾 假班、乙班 好像後面還有了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班級的這個欄位 它裡面的訊息 基本上包含應該有四個 第一個就是它的那個系所 第二個是它學士或碩士 第三個是幾年級 第四個是哪一班 不過哪一班這個訊息 好像不見得有 所以其實理論上 這一個欄位 它裡面實際上就包含四個訊息 那當然我們要統計的 並不是所有的 OK 就是這四個 當然你如果要做統計之前 你一定要先把它拆分開 比如說我今天需要哪一個系 哪一個系 那所以呢 我可以怎麼做呢 第一個當然 我先分析一下我要的這個資料 其實就這個欄位裡面 那我要把它拆出來 那拆出來的話 第一個 我們可以在C欄這個地方 增加一個欄位名稱 上禮拜提到的 就是叫系所 OK 就把這個系所欄位加出來 那如果你今天多一個欄位名稱 那當然你希望這個名稱長得跟它一樣的話 那你是可以用這個複製格式的 把它刷一下 再把這個刷 刷一下C1 這樣它兩個就長一樣 比較不會那麼突兀 接下來我需要把這個資料放在這邊 那你會發現理論上大概都三個字 三個字好像比較多 有四個字的 也有五個字的 OK 有沒有 那如果假設你要取前面的幾個字的話 當然呢 我上禮拜提到 你可以插入環數裡面 插入環數的話 其實就從 這邊有一個 fx的這個地方 這個叫插入環數 那你可以找到 文字類的話 它這邊有類別 你會像從那個文字類這邊找一下 就是插入環數裡面的話 找到一個文字類的環數 那基本上的話 我們用了兩個環數 第一個環數就是用那個 let 第二個環數用 file 當然我們其實 如果比較順的做 我是推薦 建議就是你可以先用file 這個file 文字類裡面 第一個 你可以先用file 那file這個函數的話 其實就是 我要找什麼字的位置 那為什麼要特別用file 其實是說 你可以先用file 去找到 有沒有什麼特徵 你會發現它剛好有個瓜糊 那我只要找到這個瓜糊的位置 因為如果假設 我要知道這邊有幾個字的話 那我找到這個瓜糊的位置 它應該在這個地方 剛好就是 第幾個字呢 12345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用file 去找到牽掛5 它得到5 那如果你把5 減掉1的話 那變4 4的話 就表示有4個字的意思 所以一樣 底下這一樣 這個找到應該是第4個字 那減掉1的話 這3 你剛好有3個字 所以按照這樣的邏輯 我們可以先這樣 就是第一步 我是建議你按按那個超函數 找文字 對 它會問你說你要找什麼 什麼 什麼字 那我要找錢瓜糊 不過這個也注意 這個錢瓜糊 你不能用在英文模式底下 去輸入那個什麼錢瓜糊 因為這個錢瓜糊 跟這個錢瓜糊 看起來好像是沒有不一樣 但是實際上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感覺比較寬 這個感覺比較窄 那實際上這個是全型的瓜糊 這個是半型的瓜糊 所以如果你要打 你可能要記得 可能要先切換到中文模式 然後如果我是用新注意 可能用前導致輪 再加一個錢瓜糊 這樣子的話 才會是正確的 不然如果你用那個半型 會找不到 因為半型跟全型 它會認為是不同的 會找不到 OK 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當然如果你假設 你說老師我錢瓜糊 不會打的話 沒關係你可以直接從這邊複製 你把它Ctrl C 選起來Ctrl C 然後你再到這邊 去插入那個什麼 FY函數 然後這個FY函數的話 一樣把它貼上就好了 道理一樣 那因為它是一個TES文字 所以你離開之後 它會前後加上雙引號 表示說我要找這個錢瓜糊 這個字 第二個問題在哪裡 在這個儲存殼裡面 就B2給它講 這個在B2儲存殼裡面 請問一下 它是在第幾個字 那你會發現底下它會恢復你的 在第五個字 所以一個函數 它基本上就是解決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哪一個字 在哪一個儲存殼裡面的哪一個位置 所以以後 如果你假設有類似的狀況 你要的資料 並不是在固定位置 而是有固定的字的話 那你可以用FY 這個FY還蠻好用的 如果你不會用 那怎麼辦 那麻煩了 你用眼睛看 用眼睛看 用眼睛選 那永遠做不完嘛 透過鍊鋼當然可以 但是資料多的時候 你永遠都做不完 好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來把它-1 為什麼-1呢 因為如果-1之後 你就知道 整個字 它有四個字 所以你把它向下填滿 油標放這邊快速點檔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有三個字 三個字 那這個五個字 五個字 五個字 這個六個字 那顯然沒問題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 下一步呢 我們再利用LAT函數 LAT函數記得 再把這個公式 選起來之後 再把它剪下 剪下 然後把它貼到LAT裡面 OK 所以請各位 複習一下上個禮拜的 這一個公式 那記得 這個範例是在 我們的那個範例檔案裡面 所以 請各位注意 以後 上課 我會跟各位講說 在範例檔案裡面 哪一個 你們自己找一下 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